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英也不问 一副该干嘛干嘛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兰战开始注意到卫英 突然这么安静 自己还有些不适应 主动唤了一声 卫英 本以为卫英会因为自己刚刚的沉默而闹小脾气 结果卫英却笑嘻嘻地回应他 好像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卫英不是不好奇 而且看着兰战种种状态 很清楚可能遇到了什么难题 但是相比于想知道 卫英更不想为难他 该说的兰战一定不会瞒着他 卫英越是这样 兰战就越是为自己刚刚的不吭声而自责 关于私追的事的确不应该瞒着他 毕竟那是他最爱的孩子 兰战主动走到卫英身旁 说着 卫英 其实刚刚我余兄长说的是私追 一句话让卫英愣住 私追一向是小辈中最听话的那一个 由兰战亲自教导 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 如今兰战却以这样一种口吻说出 一定不是一件小事 见卫英的表情瞬间凝固 兰战伸出手想扶着他 卫英却摇摇头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说着 兰战 我没事 你继续说私追这孩子怎么了 兰战动了动嘴唇 将仙门百家对私追绅士的疑虑全盘托出 字字句句都让卫英忍不住想发火 兰战说完后 卫英迟迟没有反应 兰战继续说 卫英不必担心 我自有办法 卫英很清楚兰战口中的自有办法是什么 无非就是以仙都的身份将这件事压下来 但是仙门百家的跟风能力 卫英依然是见过时过的 所以他很清楚放任这种情况不理睬会是怎样的结果 私追本就不是兰家人 虽然大家对温氏已经没有那么仇恨了 但是就这样贸然的公布私追的身世 势必会对兰战有影响 毕竟仙徒听起来很风光 却也承载了太多的重担 遇到任何问题 卫英和兰战考虑的永远都是对方 这一点他们心知肚明 在一起相依相伴这么久 其实没有谁是甘于平凡的 只不过是彼此值得 所以才把心甘情愿让日子变得简单 兰战 你承受的太多了 这件事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我不想不想总是让你付出那么多 卫英想了一会儿还是把这句话说说口了 兰战恨不得把这世上的所有好都给卫英 自己尽可能的去承受苦难 所以脱口而出即逝 卫英 我心甘情愿 卫英对着兰战笑弯了眼 他们都在袒露心声 这余生都是心甘情愿 竟是门口却响起了脚步声 以及空门的声音 四追来到静视 却不知卫英和兰战正在为他的事而发愁 韩光君 魏前辈 泽物军叫你们去前厅一事 看着四追 卫英愁容不在 笑着说 小四追 最近的修为有没有提升啊 卫英一边说着一边朝四追走去 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四追歪过头看了一眼兰战 发现没有异样 反而是默许的眼神 这才安心让卫英搂着肩膀 就这样 卫英与四追走在前面 兰战走在后面 多年前 兰战从未想过 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 也正是在那一刻 兰战握紧了拳头 说什么都不能让仙门百家惹了他这份清静 想想十六年前 仙门百家害了他的卫英 如今又想凭借着一张张嘴 去影响他们的私追 这万万不可能 前厅 兰战成看到三人前来 嘴角的笑意又浓了几分 兰战当然知道兄长这次叫他们前来是为了什么 所以便找个理由前走了私追 卫英看到桌子上的糕点 顺手拿起来一块塞到嘴里 嘀咕着 兰战 这个东西这么好吃 怎么没见你拿给我尝尝 是不是都被你偷吃了 兰战笑着回答 魏公子喜欢吃 一会儿吩咐厨房做就可以了 旺姬许是不会做 我会 兰战这么认真地回答 让卫英和兰战都忍不住笑 兰战接过话 好了 聊一聊正事吧 魏公子相信私追的是 旺姬一定已经同你讲过了 魏英点了点头 兰战继续说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法子 我且先说一说我的方法吧 魏英和兰战都投去了期许的目光 我的想法就是让旺姬认下来 毕竟当年私追是上了兰氏族谱的 让人不敢说什么 兰战的本意就是如此 但是魏英却一口回绝 不可 兰战万万不能就这样认下来 兰战未成家 哪里来的孩子 再加上都知道我与兰战的关系 先门百家只是嘴上不说 一定会在背地里讨论的 诋毁兰战 毕竟他是先都 魏英依旧坚定的想法 无论如何都不能毁了兰战的名声 魏英继续说 这件事还应该由我来解决 16年前我就不怕他们的指指点点 如今更不会怕 不可 兰战与魏英产生分歧 当然是一口回绝 话音刚落 门外弟子来报 泽吴军 韩光军 魏前辈 姚总主一行人前来拜访 说曹操曹操到 魏英翻了个白眼 蓝锡尘自然无法拒绝 不过三个人心中都清楚 他们前来一定不是叙旧的 而是煽风点火 果不其然 姚总主刚到前厅 第一句话说的不是先都 而是 魏公子也在 魏英懒得和他们周旋 不走 是因为怕他们对兰战咄咄咄逼人 这些人怎么说自己都可以 唯独说兰战一个不字都不可以 魏英刚想开口 兰战拉住他的手 示意他不要讲话 云深不知处的前厅里 一时间聚集了很多不速之客 蓝锡尘早已经看到了 千门百家的嘴脸 所以对于姚总主这一行人 蓝锡尘不过是做到该有的礼仪罢了 蓝战更是不想正眼看着他们 魏英一副神游的眼神 又拿了一块糕点吃了起来 蓝锡尘先开口 姚总主 此次前来拜访 所为何事 也没什么大事 而是最近一些流言悲语 唯恐辱了姑苏蓝氏的名声 果然 姚总主就是为了这么点事 这话让魏英笑出了声 吃的糕点也差点喷了出来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一旁的蓝战拍了拍他的后背 魏英对大家摇手说 没事没事 姚总主您继续 这么明显的不屑 大家也不是看不出来 在他们眼中 虽然之前除金光瑶 魏英线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一个人的千百种好 都抵不上半分不顺从的态度 姚总主冷横了一下 蓝锡尘答话 哦 姚总主且说来听听 究竟是何事 能辱了我们姑苏蓝氏的名声 姚总主刚出门开口 就又偷瞄了一眼 一声寒气的韩光君 支支吾吾的说着 这个不太好说啊 一向话少的蓝战直接开口 有何不好说 虽然这句话 没有半分不尊敬的意思 却让众人不敢说话 最终还是一个 不知名的小子脱口而出 蓝锡尘的身世有问题 话音刚落 看小直接送过去冷力的眼神 让那人忍不住后退一步 姚总主这才答话 仙都啊 你看这晚辈不懂事 如此的唐突 但是我们也是为了 姑苏蓝氏的名声着想 姚总主继续说着 有常文说 蓝丝锥是仙都的孩子 这简直就是无济之谈 仙都未曾娶妻 哪来的孩子 可不能让这种 莫须有的言论 玷污了仙都的名声啊 如果说之前的几句话 某再有所保留 那现在的字字句句 可就都是在触碰 蓝战的底线了 而且这样一句话 直接堵住了蓝锡尘 和蓝战的嘴 魏英自然看懂了这一切 先门百家 为难自己可以 为难蓝战绝对不行 魏英上前一步 蓝战连忙拉住 对着他摇摇头 可是却改变不了魏英 要把一切都揽在 自己身上的决心 对着蓝战笑了笑 便开口 胡说 思追怎么可能是 韩光君的孩子呢 蓝战和蓝锡尘 齐刷刷的说着 魏英 魏公子 这对兄弟 谁都不想把魏英推出去 可是魏英满心满眼 想着都是蓝战 自己被怎样质疑都无所谓 魏英还是将那句话 说出了口 思追是我的孩子 众人万万没想到 魏无羡会给出 这样一个答案 原本想着用这件事 让蓝忘机两难 甚至可以用这个理由 将他从先都的位置上 拉下来 为了那点一己私利 可是魏无羡这样说 他们原本的计划就泡汤了 相反 还动了先都最在乎的人 一直以来 先门百家都知道 姑苏蓝氏最重视的小辈 是蓝丝锥 而且深得韩光君的喜欢 与其他小辈们明显不同 而且同 按照趋势来看 多年后 下一代先都 很有可能就是蓝丝锥 眼红的人不在少数 再加上蓝丝锥的身世 本就不清楚 上次在百丰山围猎 因为众多小辈中 只有蓝丝锥一人被邪习所伤 都看到了他身上的黑气 这才被他们抓住了把柄 先门百家 想一举否定了蓝丝锥的身世 顺便还能动摇 韩光君如今的先都地位 毕竟只要与邪气相关的人 都不应该是名门正派 不得不说 先门百家真的是 打得一手好算盘 所以这才有胆量 去找到云深不知处 结果这一切都因为魏英移去 丝锥是我的孩子 而打破了 一时间 姚总主一行人 骑虎难下 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 可是 却又不敢继续提出 什么过分的要求 毕竟韩光君 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先都 而魏无羡又是他心尖上的人 不管是16年前的 不夜天乱战 还是之前在金陵台 和乱葬岗中 先门百家都看到了 魏无羡对韩光君的重要性 姚总主只好试探性地问 未曾听说 夷灵老祖娶妻生子啊 魏英完全不惯着他 懒惰地说着 这花拳月下的 姚总主啊 该不会不懂吧 魏英说这句话的时候 一边笑着 一边瞟了一眼 蓝战 刚好对上蓝战 略有警告的眼神 既然如此 蓝丝锥为何要留在 姑苏兰市 应该跟 夷灵老祖回乱葬岗才对 还真有不怕死的 竟然连这种话说得出口 果不其然 说话的人 直接收到了 韩光君 凌厉的目光 好像整个人 都被他看穿了一样 姚总主一行人 联盟结化 此话并无道理 仪灵老祖的孩子 不姓魏 偏偏姓蓝 还成为了 姑苏蓝氏得宠的第一 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你说是吧 先多 这哪里是询问 分别就是让蓝战 必须给出一个答案 可是蓝战 断然舍不得 让思锥改了姓氏 也不可能将他 从蓝氏的族谱中剔除 却也一时间 想不到什么万全之策 看到蓝战如此两难 魏英再次开口 姚总主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当年我因为在 不夜天坠崖 思锥是我在这世上 唯一留下的孩子 韩光君大意 将思锥带回蓝家收养 十几年的养育之恩 姓蓝也没什么不妥吧 我这个当爹的 都已经同意了 魏英继续说 不过思锥这么优秀 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代家主 你们也是为了 姑苏蓝氏 百年基业考虑 我说的对吧 姚总主 魏英话里话外都是嘲讽 可是姚总主 哪敢什么话都说 有些惶恐的点着头 对对对 魏英翻了个白眼 即使说 那既然如此 思锥的姓氏不用改了 人 我且带回仪陵 花音刚落 蓝战瞬间慌了 木然抬头 盯着魏英的脸庞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